向來給人健康美印象的安歆芸 這次的參賽 就像一場震撼教育 我可以 這樣唱歌可以提高兩度 應該可以再多一點 第一堂國標課 老師就給筋骨相當硬的歆芸 出了一個困難的拉筋功課 他本身的肌肉群是很好的 可是因為筋骨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很多動作會看起來 會太強壯 所以我想說藉由拉筋 可以讓他肢體更延展一點點 而不要只是說起來的感覺 雖然拉筋讓星雲痛苦完分 然而這次挑戰狂野激昂的鬥牛舞 卻讓他感到相當興奮 鬥牛這支舞我其實很喜歡 他要挑戰的 不只是你每個肢體的延展性 還有你要收放之舞 重點是鬥牛式的表情 都在你的臉部 所以你要釋放出來 而就是說 他不僅僅是一支舞蹈 還是一份精神 而為了完美的展現出 鬥牛舞的氣勢 星雲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 幾乎把所有的心力 都投入在這支舞蹈當中 所以每次練舞 都練到筋疲力盡 我覺得 還有很多地方要加強 呼吸啦 呼吸的調節 有個人不太習慣跳舞的那個故事 儘管練舞相當艱辛 星雲卻依然相當積極樂觀 國標對我來講 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怕要挑戰的層面太多了 當然希望每一場都能贏 但是我覺得 一定也會有人跟我一樣 甚至比我還要更努力 所以我覺得 就是經營就好 然後好好享受每一次比賽 哪來連續行身體的 Village 最後有機會 有機會 努力 在那邊 二人 在那邊 今時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